您说您过去很多时间都是在照顾家人 有老人 丈夫 那会儿孩子还小 现在您的生活需要被照顾吗 我多自立 因为我今年已经95岁了 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了 因为我自己觉得反应太慢了 那您现在就是在比如说演戏的过程当中 完成工作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反应跟不上了吗 还没有 我希望演出 我希望就是一直可以工作 一直可以有人信任我 我希望我能够继续地工作 能够到我自己觉得不能够胜任的时候 不要连累剧组 那就不做了 可是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记住台词 还可以表演 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 能够人家信任我 我很提心往备 因为我知道我从前多么困难 经过很多的努力 把我们大家 中国的演员们的努力 给他们看到我们的力量 现在中国人地位很高了 他们很尊重中国人了 我就希望中国现在的年轻人 能够负起这个责任 能够真实宣扬中国的文化给外国 2022年夏末的一天 在温哥华的午后 在北京的清晨 我与卢燕 越过太平洋的万重波涛 有了一次难忘的对话 鞋子都换掉 从那边走 从那边 站定在走 卢阿姨你好 田女士 您好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您 您这次可以跟我们见面聊聊天 让大家知道您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真的特别棒 你是在北京对吧 我在北京 您想念北京吗 非常想念 也很想回来吃北京的蒜羊肉啊 北京 疫情太糟糕了 都在家里关了两年了 我非常希望 情况好转 我希望能够回来到中国来继续演出 我的国语也挺标准的对吧 非常棒 我希望能够回来演些个中国的电视剧电影 要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您不担心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听说您每次在飞机上 然后一上飞机就可以马上睡觉 现在还是这样子非常好的休息状态 还是一样 上了飞机就设法睡觉 到下飞机就有精神了 我非常地希望 在能够旅行的时候 回来安全的时候 能够再继续地在舞台上 表演那个《如梦之梦》 他们的制作方跟我说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角色都是你的 为什么特别提到《如梦之梦》 当时在排这一部戏剧的时候 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记忆吗 我从来没有演过这么长的话剧 十几个钟头 可是观众在台下一点也不疲倦 一直从头看到尾 而且出去吃顿饭以后 回来再继续地看 所以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出戏 那么能够在里头演出 这是我一生的荣誉 像很多人一样 新冠大流行成为卢燕 近年来生活工作的分水岭 新冠发生之前 尽管年余九十 卢燕依然活力充沛 是一个高龄的空中飞人 她周游世界 尤其在中美之间频繁往返 卢燕出演各种影视剧和舞台剧 尤其是连续几年参演画剧《如梦之梦》 这出戏的表演时长长达七八个小时 卢燕说这部戏让她梦想成真 然而新冠发生之后 卢燕至今没有机会回到中国 目前她刚刚接到一个电视剧工作 离开洛杉矶 飞赴拍摄地温哥华 我很幸运能够在这个剧里头 做一个角色 像现在您为每一个角色 提前还会做哪些准备呢 我现在演的戏不需要太多的准备 因为是一个老太太 可是我要准备摆出那个 阔太太的架子来 平常我没有那个架子 可是到场上 我必须要有盛气凌人的这种气概 现在还是one take Lisa吗 现在恐怕还是 因为我想我过去 这几天也没有让他们再重新拍过 我很高兴 因为戏拍完了以后 离开片场的时候 外头那个守门的人跟我说 他说他的同事都打电话给他 说我人很好 非常喜欢跟我合作 我就听了很高兴 那像如果每一次在街道工作之前 会和剧组提到一些什么具体的要求 或者条件 也其实是保护您自己吗 剧组的人因为我的年龄 他们对我非常的注意 我的健康 我的环境 所以对我非常的照顾 他们会在门外等我下车 要给我预备一个轮椅 就怕我走得不舒服 推我到我的屋子去休息 等到需要我演戏的时候 他们会过来掺我到场上 非常的照顾我 卢燕是最初闯到好莱坞的 华裔电影人之一 第一位在好莱坞电影中 担任主角的华人女演员 除了表演工作 卢燕还是奥斯卡 近数千名评委当中的第一个华人 并获得奥斯卡奖终身评审的资格 卢燕亲历和见证了数十年来 华裔电影人在好莱坞的奋斗历程 跟我们说一说吧 现在的好莱坞 环境之下的中国演员 他们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华人演员现在能够演出的机会比较多 尤其现在电视剧 我们有很多电视剧 现在都有很多的华人 在里头做连续的角色 角色 现在他们写的中国人都是很真实的 不同的样子的人 有不同的个性 就像我现在到温柯华吧 做一个中国的老太太 这在从前也是很少能够表现的 现在这个连续剧里头有一个像我这样子年老的中国的太太 是很难得的 您现在工作机会多吗 来邀约的角色大部分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也没有太多 因为现在是武打片当的很红的 我太老了 人家也不要我了 可是我很希望做一个有武功的老太太 可以飞演走壁的 我很想演这样的角色 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演 老了要演一个非常看起来好像若不禁风的样子 可是这种一发他的功我就得不起了 在电影电视里我可以飞演走壁对吧 鲁燕有着超乎常人的火力 他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和iPad 经常在深夜结束演出 第二天又继续工作 他演戏翻译出席各种活动 他像在和时间赛跑 尽量弥补自己在年轻时错过的机会 您的助手还跟我们讲说 您有一个特别的技巧去练习在舞台上的眼神 我没有特别的 就是我想平常的日子 这也是我觉得可以练习这个眼神的 就是常常左右看上下看 是吧 那么转眼睛 这样呢让你的眼睛可以运动自如 有神 我听说您现在看电视看报纸 都是不需要眼镜的 不戴眼镜 有什么长寿秘诀 没有长寿秘诀 只是饮食有序 睡眠充足 每天要有适当的运动 要走路 要踢腿 回来以后我就大唱特唱 我自己练习我的气 也不管别人听了好听不好听 唱这样呢可以增加我的会活量 那么也可以增加我对于京剧的修养 您现在唱练气练声还是唱京剧的段子 对京剧是最好练声的方法 因为你要从丹田放出你的声音来 是吧 我刚刚在咱们开始之前我听到您说站定在走 哪能广方 我刚刚听到您跟自己讲说站定在走 对对不然的话你不站定的话就走 也许会摔倒 但我听说您吃东西口很壮的 完全没有在忌口 我什么都吃只是不吃辣的 每一餐都要吃完了以后 一定要吃一点甜的点心 或者是巧克力 巧克力是我的最爱 还保留了上海人的口味 最想念上海的什么 最想念上海的老朋友们 您会的牛眼 您在这里 您的苦力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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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